各位迷迷你們好 看到對面周大福又是旺角鬧市 最旺的地方,尼敦道旺角 斜對面就是信和中心 我這裡是甚麼地方呢? 今天就要去一間樓上上上上的店 其實之前也去過的,也叫隱世 鬧市中的隱世標行 因為收到封說他做了一個很小型的展覽 專門介紹某一隻標 我之前也沒有特別去介紹 所以這次也去一去,看看這展覽 也很開心 因為這牌子其實不是雜貓不知名的牌子 而是瑞士的牌子 而且設計是非常經典的設計 那是甚麼手錶呢?上來看看 去到家樂坊的16樓 這裡是Witty Trend Plus 或者是很潮,總之就是很潮的地方 潮舖在這裡,又有FUN 我本身沒有這牌子的手錶 不過我帶了另一隻手錶 因為今天想介紹的手錶 是跟火車鐵路很有關係的 我帶著這隻手錶 就是波的手錶 Engineer Hydro Carbon Aero GMT GMT 手錶 波爾最有名的就是氣燈 以及 Railroad Standard 跟鐵路有關的 所以都是減少的,但沒所謂 對,色英雄仲英雄 今天帶著波這隻手錶來看 是看甚麼手錶呢? 就是瑞士鐵路手錶牌子 Montaine 來到這裡是Land Workshop 看一看 這裡先聲奪人 有一個大的鐘 這個就是瑞士鐵路掛的鐘 這個當然是石櫻 你看到這個設計非常經典 1944年已經出現這個設計 色英雄仲英雄 波爾看到Montaine 這次美國鐵路遇到瑞士鐵路 那有甚麼火花會拆出呢? 當然,它有鐘之外 其實也有手錶 手錶就是… 對,看一看 很搞笑 這裡有一個賣票 我喜歡這些展覽,很有心 不是只擺放幾隻手錶出來 是整個經歷,整個經驗給大家 其實這個設計是1944年推出的 總之很清楚 大家去過瑞士或上網看圖 都知道這是經典設計 你看到它的錶 那個秒針也是一個波板糖 其實因為那時鐵路的員工 都會舉這個牌 告訴別人可否上火的車 所以這個秒針就有這個設計 Lollipop的設計 其實這個牌子是1951年成立的 咦?但剛才又說鐘的設計是1944年 為甚麼呢? 其實就是有鐘先 然後這個牌子夢精推出 1951年 這裡也寫了 後來到了1980年的時候 就有這個聯繩 跟鐵路公司說 可否用你的設計放在我的手錶上 那當然可以 不然大家都看不到這些手錶 所以你看到這個手錶 其實它有不同的變化 學型有些不同 不過你也認得出 它的原生就是瑞士鐵路的鐘 亦有計時的版本 亦有機械的版本 稍後可能拿一隻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我知道錶迷都很喜歡機械手錶 不過其實它最有名的那個 就叫Stop to go 即是說 即是秒針到58秒就會停下來 然後兩秒後才會去到12時位置 都是根據原裝的鐘而設計 所以石英錶來說 那隻也挺經典 不過聽聞都賣光 因為太經典的緣故 所以就拿一隻機械錶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就叫EVO 2 EVOLUTION 在2017年它推出了學型比較流線的版本 因為之前它的原本更像鐘 因為它本身是鐘 而這個EVO 2 就變成更加貼合手腕 更加流線型 所以它現在好像是路線告訴大家 由一點到另一點 介紹給大家看 然後其實望丁也很著重環保 它的錶帶很多時候都是用一些回收物料 你也看到Essence系列 它很著重Sustainability 這個持續性 所以它也用很多的回收物料 甚至是讓走不要的葡萄皮 去造成這個葡萄皮的植物皮甲物料 它也寫著 Classic Legan 哇,真的很厲害 用葡萄皮造成這個合成錶帶 我真是第一次聽 還有很多,原來可以變化這麼多端 尤其是在錶帶上 所以這就是經典的設計 經得起時間考驗 還有它就算有很多變化也好 你也認得它原早的鐘 正所謂萬變不離其鐘 對不起,有得吃自己就吃一下吧 還有很多其他的機械錶 大家都覺得很棒 好像街頭藝術graffiti 這個牌子也有得著燈 也有機械,很特別 也有介紹過這個 Lib這個法國牌子 機械錶也說是定價2700多 我覺得也挺划算的 還有這個也是很有歷史的法國牌子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的 但今天的主角當然就是這個Mondane的手錶 或者拿其中一隻出來給大家看看 就是Original Automatic 機械錶大家都喜歡一點 藍寶石水影錶鏡 12時位置是Mondane 以及鐵路的錶子 還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的宿舍在下面 剛才也說過,有很鮮明的紅色秒針 Lollipop 標觀有個M字 就是Mondane Automatic 錄時位置寫著 這隻標叫Original 因為它的設計很像是大家幻想一下 就像個鐘一樣 它再加個標耳 所以跟剛才的Evil 2又有些不同 你看到旁邊真的像個鐘一樣 對,很原裝 所以就叫做Original Original Automatic 以及月時非常清晰 很多標謎都喜歡這個很清晰的月時 當然清晰的月時 你可以選擇潛水錶 你可以選擇飛行員手錶 其實這隻都可以考慮一下 很清晰 總之指針 小時刻度就黑色 然後秒針是紅色 所以就是因為這麼經典的設計 這麼清晰的月時 所以瑞士鐵路都選擇了這個設計 來做它們的鐘 以及這麼久歷史 1944年已經推出這個設計 說得是瑞士手錶 其實它也是用這個瑞士機心 就是SW-200的機心 說到經典設計 數幾個大家都以熟能詳 AP Royal Oak PJP Nautilus Rolescent Mariner Omega Seamaster Omega Speedmaster 經典設計 但經典設計 通常這麼經典的設計 都是幾萬元 或是幾十萬元 其實瑞士鐵路的設計 亦是非常經典 你看到桌子 像錶面一樣 亦印有鐵路的標誌 以及三種語言的宿舍 但是這個經典設計 其實價錢跟那些真的相差很遠 戴上7吋的手腕 這隻手錶 41mm 其實一點都不大隻 戴上手 真的月時非常清晰 其實這隻手錶 是四千多元 四千多元 我覺得以一個經典當代的設計來說 也算是這樣的 四千多元 當然再經典的手錶 而再便宜 也有的 例如Carsio G-Shock 也有很多其他經典設計 這隻就是Swiss Mate 有這麼強的設計風 這麼經典的造型 其實四千多元 我覺得是不錯的 機械錶也是四千多元 即是石英版本 那些就是一千多元 所以大家玩錶的話 你想要一個經典設計 其實就是機械錶也有 石英錶也有 剛才也展示過給大家看看 現在這個小型的展覽 就會由今天 今天就是6月1號 做到6月底 6月30號 大家可以去到旺角家樂坊的 Land Workshop 看看 老闆也答應 總之錶迷說看過這條片 色黃山 看過Wild Watch 就能夠再多些優惠 總之店員老闆也會做 原來每位來的錶迷都可以玩少少少遊戲 還有些不同的獎 譬如我 我就玩了 有這個獎 就是100元的消費券 下次買錶就可以大派用場 不知道大家會否比我更幸運 有些200元甚至再多 或者其他禮物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例如Mondane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Mayday Muffin 大家都支持 對我能夠真的很大推動力 大熱天時出去難道不辛苦嗎 不過當我想到標媒看片的時候 很開心 又多些資訊 又有娛樂 我也很滿足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